1、2、3、4、5、6、7 在教官的口令下 民眾照著標準動作 對假人肉進行新版的CPR急救 這場訓練不是由台中市消防局主辦 而是由豐源在地的來賓游泳協會 和打卡自由車隊等六、七個民間社團 共同出資舉辦 共信130多位的民眾參與相當踴躍 希望以後遇到這種情形的話 會馬上得到急救 我們真的外面常常會遇到一些意外事故 尤其是交通啊什麼的 如果有這種需要的時候 我們又可以幫助別人我覺得很好 那新版的CPR是叫叫CAV 跟以前叫叫ABC的流程不太一樣的 那最主要的目的是讓患者的存活率更高 那新版的CPR這樣要簡化了 你只要叫完患者之後患者沒有反應 你求救完之後就可以開始 馬上給他做壓胸的一個動作 那兩分鐘之後再來換手 那如果有人接手的話趕快來接手 對於這樣的CPR推廣民眾都相當願意學 但縣市合併後 台中市消防局卻認為 CPR訓練不是該局的業務 所以不再舉辦CPR的推廣活動 造成不少求助的民間團體吃了閉門羹 意願質疑其他縣市能 為何台中市消防局不能 縣市合併到現在已經將近兩年 消防局在這個CPR訓練課程裡面 完全不著力完全不推廣 讓我們覺得很心寒 所以我才趁這個暑假的機會 把各個單位都集合在一起 大家消防局不做的 我們民間單位我們自己來了 我們覺得CPR訓練課程 應該盡量來推廣 變成是一個全民運動 這樣子才對 消防局的做法我們很不認同 針對議員之一消防局表示 民間CPR推廣已經回歸到主管機關衛生局來承辦 而衛生局也將決定動用第一預備進來運作 希望比往年做得更好 記者李將台中 差不多